夫妻不要对外人聊这六种天,除非不想过了 岛屿,夫妻生活中很多矛盾都是因为瞎聊天而引起的 因为有时候聊着聊着就黄了 特别是在和外人的聊天过程中,千万不要聊这六种天 除非是不想过了,因为真的很伤害夫妻之间的感情 一,夫妻之间的工资 如果在外人面前聊起自己另一半的工资 无论是多是少都会让另一半感觉不舒服 这是十分影响夫妻之间感情的 因为无论多少都是用自己的双手赚出来的 不希望别人对此资质点点 二,夫妻之间的矛盾 很多时候家里的矛盾自己内部消化就好了 对外人经常说起的人都是傻子 还会严重影响夫妻之间的感情生活 三,夫妻之间的悄悄话 不要将你的另外一半的悄悄话告诉别人 因为很有可能他只是对你展示了这样的一面 在别人面前并没有那么好 这会让另外一半感觉到很尴尬 四,夫妻之间的家庭 千万不要在外人面前评论自己另外一半家庭或者背景 这是夫妻之间最忌讳向别人提起的事情 无论好坏后期都是你们自己的事情 不必糟糕天下 五,关于私密话题 结婚后最忌讳的就是告诉别人夫妻之间的私密话题 这会让另外一半感觉到极其不舒服 会让人十分不开心 六,工作问题 对于另外一半的工作问题 千万不要过于脏扬 很多时候祸宠口出 很可能被图谋不轨的人利用 伤害自己夫妻之间的和谐生活 总结 在婚姻生活之中 与人聊天也要留一个心眼 不要别人一套就套出来你有什么话 一定要能够藏得住秘密 保护另外一半的至尊心 这样才会让你们夫妻生活越来越和谐 才能够更幸福